我是說奶奶bons 白痴 一個男孩子 要健力勇敢 还有一个忍受 你看有时候一创人头 创人头要散了 可是还要坚强地趴起来 接着还要追这球 只要我能够到这球 我一定要努力往前走 没有创造条件 男孩一定要学会打定球 这是放水的 这个是放冻的 看这种玻璃瓣吗 就这样从构想到实现 经历了半年 用了大概两吨水 十几袋奶 终于打造成了露台冰场 放奶它一个 它有韧性 它不是特别脆 要不然特别脆 这饼特别脆 把这奶奶倒里头 晚上再拿那喷了 再泼 这个必须点种无泼 种无泼之后的水 它可以拼了 以前我不懂 我想半夜泼 半夜泼完的就是 一固子一固子的 它立马就冻了 十二月份的时候 我爸打电话 告诉我们 你快来 我以为出什么事 领着我们就上了露台 哎呀 一看当时是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其实这里面浇的都不只是水和牛奶 可能是姥姥啊 姥爷啊 全部的这个爱 然后结果一看 好吗 一个冰场 就想要打电话 然后让小伙伴来 然后我也给他们展示一下这冰场 非常了不起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来 跟着我走 来 醋脚 这下醋 看见了 保企内心对冰球的热情 听了有二十多年 偶尔一次碰见过咱田里市的一个 冰球教练 他说 保企你还花病呢 我说我基本上不花了 我又一看冬奥会 我这个沾点湿起来 érémy 平下 ól童 阿 있다 Soo 阿 跳 resulted 三 二 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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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Princip 感谢观看